我看到蓝绿党团今天为了国会改革法案 在一场前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这过程中呢 立委王美惠被控呢 他攻击了一场的诸位的警察 甚至拿了帽子狂K警察的头部 导致呢 诸位警察的头发都乱掉 对此呢 保六总队第一大队长戴修生 受访的时候表示 这位同仁没有受伤 也认为平常呢 推挤是在所难免 而至于呢 王美惠认为警察护航国民党 保六总队也澄清 是正常的部署范围 根据了解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得知之后 今天立法院恐坏爆发的这个冲突 一早呢 就已经是慰问了各诸位警了 好 看到今天呢 在立法院呢 处理国会改革法案 结果蓝绿党呢 都是甲籍动员来应战 双方就在进入议场的时候 发生了肢体冲突 民进党立委王美惠呢 是打了诸位警 同党的立委蔡逸宇呢 则是炮轰说 立院诸位警呢 帮助国民党 阻拦民进党立委 谴责立法院长韩国瑜 动用的公权力 今天早上 那我们民进党团 我们从党团 然后要到议场 因为七点就是 法定的进入 这个议场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国民党主党在外面 是第一层 后面还有一层 是我们立法院的诸位警 过去我们民进党在 在立法院长是游锡坤 甚至苏家全的时候 议事的工坊都没有 助位警会加入工坊 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 助位警却站在门的第一线 而且更扯的是 当我们要进入到 议场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助位警是让 国民党的立委 分序 依序进入后 那我们如果有抢在前面 要去卡位 要抢在前面的 就被助位警拦下来 用手把我们拨开 甚至把我们阻绝在后面 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立法院的助位警 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为事 国民党的为事 有黄国昌就够了 干嘛还要去找助位警 我们在这里谴责韩国瑜 他不可以这样去 动用立法院的公权力 然后甚至还用记者会来抹黑 说我们有攻击助位警 我们都是很单纯的 要进入议场 助位警怎么可以 党在议场的门口 不让我们进入 然后现在还配合 国民党的还去说 我们攻击助位警 这个我们要严厉的谴责 说什么我一直打警察 我觉得这种的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个 的公法 因为我要入院的时候 7.5的时候 大家去退职的时候 在那边的时候 我自他刚才我就解释说 我有人说 警察不是这样做的 要中立 因为警察7.1后 立委要入里开会 他是要保护我们的 如果去党 我们不能入里开会 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推纸当中 有什么肢体上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 但是在这个7.1后 我觉得他是要保护每一党的 立委里开会得到的了 对 自刚才我就从事说 我来的时候 还没有7.1 他怎么为何 我们没办法到去 说他对不对 但是7.1后 是所有的立委都要去开 内面开会 因为这内面的时候 我的头前就是赔云 他要入院的时候 他都没要让人入院 我感觉没应该是这样的 王美慧认为说 他没有打警察 是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 不过国民党团总召 傅昆琦也出面谴责 痛批民进党 根本就是流氓的行径 国民党团推出国会改革无法 今天力拼三毒 立法院上演表决大战 立委们从报道就掀起冲突 现场混乱不已 其中民进党立委王美慧 更疑似出手 攻击守在议场门口的园警 刚刚韩院长已经正式 去慰问这些园警 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关怀 我们很遗憾的 民进党已经三度执政 竟然还有这种土匪流氓的行径 在立法院来这样子 对在一党立委 抑或是执行的警察 用这种暴力相向 而被点名打警察的王美慧 在议场外受访说明时 跟南营立委罗廷伟隔空 对职场面相当火爆 我们一定要保护警察 保护警察 最重要的我们司法人员 国民党团前天就在议场前 轮值首页 预计今天早上七点 议场门一开就优先送案 但民进党团一早就来个突袭 与在野立委发生严重的卡位推挤 在立法院上演全武航 国民党团也发出新闻稿指责 点名多名绿营立委肢体冲击 动作野蛮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必须为今天的暴力行径 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 今天在在野党的拼三毒 立法院早上发生了 这么几波的推挤冲突 其中立委许巧新 在进入议场之后 他是直接拿出的直笛来吹奏 瞬间让大家安静下来 刚刚许巧新也说 吹奏国旗歌还当场他秀了 他让大家瞬间冷静的道具 一起来看 因为要遵守这个议场的规定 所以就是不能噪音或者是麦克风 这些我都了解 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说 其实直笛它是属于乐器 那应该没有说规定不能带乐器 所以昨天晚上呢 我就练了这个国旗歌跟国歌 所以我就想说呢 刚刚异常大家那么吵 那不如呢就来一曲 然后让大家呢 能够这个陶冶大家的心灵 这样子 那大家需要现在听我吹一次吗 好 好 就先这样 吧应该够了 吧应该够了 反正是这个是一个 那这是陶冶大家的身心灵 那另外这个比较被大家认为说是 就是因为民进党的委员有来抗议说 就是不是不能带麦克风吗 那但是我就现场说 这并不是麦克风 因为如果麦克风的话 我这样讲话就会有声音 但是并没有 所以呢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 会帮忙加油的气敌 所以如果民进党的委员认为这是噪音 这就是在侮辱所有喜欢棒球的观众 对所以这也是属于类似乐器的一种 那主要是因为民进党的委员 有时候讲话实在是太大声了 那为了要遮住那个声音 所以呢我就带了这个器材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实用 大家想要听一下吗 好 就是非常实用 这是我们看到许晓鑫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今天组备了直笛之外 还有气敌之外 他自己本身呢 整个的呼吸也都做得相当的完备 好 倒是呢 在明天他可要准备一下 是不是呢 有很多人要来抗议呢 因为呢 网红四叉猫呢 顺利申请到了518 明天要在许晓鑫家的项口的入拳 他透露说许晓鑫呢 派人挨家挨户送的指甲刀组给邻居 四叉猫笑说 许晓鑫呢 帮忙宣传还邀请民众当天到他的摊位剪指甲 否则呢 许晓鑫也表示说 随便他啦 送个小礼物呢 只是想要向邻居致歉 就随便他 但是我想主要是因为 他们借路权这个行为 我想我们的邻居可能会有一点困扰 所以我觉得送小礼物 让邻居知道说 这个18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也跟大家就是领好 我的邻居致歉啦 就是如果说打扰到他们的话 很不好意思 但因为当然对方也是合法租借路权 所以那我也欢迎 那只是说打扰到邻居的部分 我觉得作为当地的居民 还是要跟大家表示一下 那我的助理说 他们在发送的过程当中 大多数的居民都表示理解 然后也为我很抱不平 就说许晓鑫明明都住在这里啊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些电视节目上面每天要乱讲 那我们也说没关系 那就是希望大家当天不要冲突 那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做 很丢脸的话 那就让他们继续去做 可是我们是文明人 所以我们要觉得文明人做的事 早上爆发的退级冲突 在立委签到的时候 民众党团总召 跟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发生了口角 而民进党立委呢 郭国文还介入高喊着说 你在大声什么口水不要喷 后来呢还伸手推开他的脸 被指控是打人 而立委郭国文 稍后也是出面还原当时的情况 刚刚在尸体冲突过程当中 我的鞋子也掉了 手表也掉了 扭扣也掉了 那我出来寻找我的那个 遗失的物品 那完之后呢 我就打算要去签到 那我看到总召一签到 我又跟着签到 那黄国昌刚好已经签完到要走了 那黄国昌又看到总召 又转身去跟一对总召进行咆哮 习惯性的咆哮的动作 那我去往前前往去劝阻 不要对总召咆哮 结果后来就变成他对我一直咆哮 他实在口水喷到我实在受不了了 因此呢我就顺手把他脸推开 然后把自己的脸夹 把他口水给擦掉 就算他去制造假车祸式的说 我在打人 我是觉得在镜头当中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一来没有所谓的插队 因为前面根本没有人啊 总召已经签了啊 我接着要去签啊 那黄国昌签了已经走了啊 根本没有人啊 没有人在排队啊 哪来插队的问题啊 然后哪要打人 因为他一直喷着我 其实我应该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错了是不应该把他脸推开 我应该摸他的头才对 我如果把他头摸一摸的话 或许他就不会再咆哮了 我的同事有两种建议啊 他说一个要保全证据三天啊 那第二个呢 说最好去医护室消毒 医护室还没有开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陷入两栏当中 这两个方案还在讨论 刚刚下一次有插了一次 但是还没有彻底的消毒 今天在立法院有多起的冲突 但是呢 有一个民进党立委 他是隔岸关火 就是立委沈柏阳 他在脸书拍出了自己的视角 他说呢 他冲进了立法院之后 国民党的人在门口喊123 要把他们退出去 但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喊完123都没有动静 这现场感觉蛮搞笑的 海中呢 明明是很紧绷的事情 弄得有一点搞笑起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